在目前最可能给人类和其他的求生命带来世界末日的实力派选手中,于是,大概可以为君帮手了。 说到这儿,你大概应该已经联想,到了远石撞地球之类的灾难场面,在热音电影一出好戏的开头,就讲到了一颗即将袭击地球的巨型陨石。 其实,影片中就有卫石教授提到,一旦远石撞击海面,将引发一百米高的海啸,淹没并毁灭我们熟知的文明世界。 电影一出好戏中,一群独自然被扩在了孤岛之上,他们还以为外面的文明世界会被远石撞击摧毁。 那么,石教授说,这真有道理吗?一颗巨型远石撞击地球,真的等同于世界末日吗? 对此,地质学家最新研究认为,要想知道一颗陨石能不能毁灭世界,除了看它体型大小之外,关键还要看撞击点在哪儿。 一不长眼的陨石,一头扎向火药桶,地球自诞生以来,遭受巨型陨石的胖壮,少说也有成百三千次了。 但我们注意到,并不是每一次挨撞,都会摧毁地表世界,或是引发生物大灭绝,同样是巨型陨石,给地球造成的伤害去差异悬殊。 面对这一奇怪的现象,有些地质学家给出了一种解释,陨石撞击的灾难程度,可能和撞击的位置有关一。 二,不过,就和史教授胡扯的撞到海面一货陆地没关系,问题的关键在于,陨石撞击点,有没有埋藏丰富的有机物。 日本东北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就指出,六千五百万年前那颗最著名的陨石,可能就没挑好撞击点,一头扎进了富含有机物的地层,这才造就那恐龙灭绝的末世浩劫。 说起当年那颗陨石,不得不为恐龙的悲衰的运气叹息,本来,这颗陨石当场就刻出了直径一百八十公里的陨石坑,导致地震、海啸、大火、阔山喷发,已经是生命无法承受之重了。 更惨的是,陨石还引发了和冬天,大量的灰烬飘荡在大气中久久,无法散去。 遮天蔽日,树木枯死,体温收降八到十一度,最终破坏了整个生态系统。 这才导致恐龙等当时世界上百分之七十五的物种灭亡。 可是,这么多灰烬都是哪里冒出来的? 除了火山喷发等原因之外,研究人员认为,陨石撞击的那块风水宝地,也是排坊,月头之一。 经研究人员对陨石坑采样,分析后发现,陨石撞击的墨西哥尤卡塔半岛, 在当时是个海岸与前海交接地区,有着丰富的生物群,因此地下储存了大量的硫、轻、化石燃料等有机矿荷物。 不客气地说,这就是个巨型火药桶,丰富的矿产本来也算安分收集,然而,陨石不偏不倚,就选择撞在了这里。 撞击时产生了极高的温度,将有机物瞬间点燃,熊熊大火产生大量黑炭。 这些燃烧的黑炭随着撞击被弹射上天,而它们的重量可能超过了15亿吨,相当于仅仅一辆重型卡车。 其中,有35亿吨的灰尘流在大气瓶流层,数年内迟迟回之不去,给予了全球生态系统致命一击。 那为什么说恐龙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备呢? 因为研究人员认为,有机物矿藏如此丰富的宝地,在当时实在不多见。 据估算不超过全球地表面积的13%,也就是说,如果有时能稍微骗你一点,撞上上下87%地方的话,灾情说不定就没那么严重。 今日本计算厅的超级计算机模拟发现,当初要是没撞在这个火窑桶上就不会产生此等规模的灰烬。 地球可能也就去降温0-4度,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的破坏不会那么剧烈,而恐龙子可能继续统治着地球。 我们也不可能有机会,在这里给大家讲有时的故事了。 所以他们认为,撞击位置对是否毁灭地球有关键性的影响,但与撞到海面还是地面的关系并不大。 而是看撞击位置的地表下,是否有丰富的有机物埋藏,二杂的花花草草也有大隐化。 当然,日本学者的观点,并没有被所有地质学家接受,比如美国德州大学海洋地质学家,古利克、Shoppy、S、Bulic等人就对此表示质疑。 他们认为,将恐龙灭绝的远石之所以能尿成大火,原因不在于砸到了复盘有机物的区域,而是因为波及到了陆地森林。 当远石撞击墨西哥前海时,瞬间的高温高压以及四件的高温碎时混合成了火雨,披头盖脸都砸在陆地上,炸开的森林大火一发不可收拾,一时之间,全球范围内的森林都在熊熊燃烧。 这场大火不仅直接毁了很多森林,燃烧生成的灰烬,更造成了暗无天日的末日场景。 有关这场全球森林大火的证据,则埋藏在世界各地的地层里,在白恶纪墨西形成的地层中时长可以见到灰烬残留的物质4、5。 另外,地层中残留的白恶纪墨西花本和包子也显示,当时全球森林普遍消失,仅留下身形地矮而生命顽强的褶类植物,占据地表长达千年。 这种植被面貌,在现今的火山喷发地区也可见到,因此,也能间接证明全球性森林大火的存在哟。 年身阅读,无耻和不上进,才是他们躲过大灭绝的秘密武器。 对此,前文讲道的日本学者也提出了反驳,他们认为美国学者们采集道的灰烬样本,显然是极高温度燃烧的产物,只能是远时坠落所产生的高温高压所为,而不可能是由森林大火烧出来的。 三英国人,别吵了,石膏才是重点。 正当日本人和美国人吵得不可开交时,同样的2017年,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学者和BBC纪录片《恐龙死亡》那天《The Death Dinosaur died》则提出,有金燃烧和森林大火都不够造成末日,远时撞上石膏矿才高给力。 来自英国的团队在油卡坦半岛采集的样品显示,远时撞击点下面含有丰富的石膏等矿物储藏。 不巧的是,石膏在远时撞击,下会产生大量的硫化物和二氧化碳,硫化物会遮蔽日光,导致全球降温,而二氧化碳则是著名的温室气体,会让全球升温。 听起来,这两种物质似乎会相爱相杀,其分温与降温效果互相抵消。 但是实际并非如此,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,属于长期的影响,但硫化物的降温却是距离而快速的。 根据这一原理,在二氧化碳开始发挥升温效果之前,全球势必要经历于长寒冬期,因此,不少科学家对着长寒冬的凛冽程度进行了估算。 保守估计来看,撞在石膏坑里的云石,可能是放100亿吨的硫化物合一,400亿吨二氧化碳。 在它们的影响下,全球平均降温26度,大多数的地方气温会跌落冰点,而这个寒冬将持续三、十六年,并且要耗费30年才能恢复吧。 更让人糟心的是,英国学者对远石的撞击角度、速度都进行了运算,他们算出当时远石是以18000米每S的速度,60度的切入角撞击由卡塔半岛的。 而根据这个数据,其实只要早获完个30秒的话,远石就会躲过这片石膏丰富的地区,而恐龙的命运或许就能改变。 总的来看,上述各国科学家各式不同的观点,但无论是撞上有机物火药铜、渐气火与引发森林大火,还是石膏矿,都同时说明了一件事,远石光体型倒只是一方面,撞击的位置才是关键。 最后,如果一定要给一出好戏,装得远石挑个幸运撞击点的话,矿仓旧燃料负极的前海以及能引发森林大火,本陆地绝不是最佳选择。 反而是使教授口中不幸的深海才能让地球上的生命逃过一劫吧。 作者名片,台版,小爽,参考文献。 1开后K Oshima N 2017 Cyber asteroid impact changed the history of life or mass Celer probability of mass extinction Scientific reports 取消 20148552开后K Oshima N Adoki K Adoki Y Mizukoni T Fujibayashi M EdEd 2016 Global climate change Driven ByCilt Afic PG Boundary as the Curve After Mass Extinction Scientific Reports 628427 3 Morgan J V Dulik S P Brelow T Cernet E Kristyson G Claze P Adel 2016 The formation of big rings in large impact craters Science 354 V314 878-882 S Woboth W S Global fire At the Cretaceous T-E-R-T-I-A-R-Y-B-O-U-N-D-A-R-Y NATURE 334 665 666 669 1988 Woboth W S Cretaceous Extinction Evidence of Wildfires And Search for Meteor Ethic Material Science 230 160 170 1985 6D J Field et L 2018 All evolution of modern Budels structured by global forest collapse at Hild Cretaceous Math Extinction Current Biology Dol 28 7 Artimira N Molin J 2017 Quantifying the release of climate active gases B Lagy Meteorite Impacts With the case study of Shijgloob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420 Babraga G Foyana G Petrius 2017 Baby It's cold outside Climate Model simulations of the effects of the asteroid impact at Hild of Secretatious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41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